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节课程 我是小布老师 那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来学习一个中间键的一个概念和使用 在scopey框架里面 它有两类中间键 第一个是爬虫 它有个中间键 第二个话 它是下载器 它有个中间键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个scopey的一个架构图 这里呢展示的图片是scopey的一个整体架构 我这张图是scopey1.5版本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课程之间之前用的是1.3 1.4 所以在我在使用1.5的时候 我也更新了我的scopey的一个环境 在我更新了之后 我也测试了我们之前写的一些代码项目 是否正常 经过我的逐个测试 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完全的用1.5的环境 来学习我们目前的一个课程 好 继续看到这张图的话 那这里它比以前整体结构是没变 爬虫下载 调度引擎和管道文件 整体结构是没有变的 那我们这里要看的话 就是新增的 也就是它中间那个流程图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请求调度就是引擎把它放到调度器里面 然后再执行请求到这边 下载之后返回返回到这里 5 6 然后进行爬虫爬虫对它得到的结果 进行一个爬取分析 然后7的话要么进行管道文件 要么进要么继续请求 而进行管道文件的话 直接到管道文件里面进行个路库 那在我们之前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我们重点是学习了两个 第一个是爬虫 Spiders 我们学了基础爬虫和爬取有规律网站的一个 ClearSpiders 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也就是管道文件 管道文件的话有路库 生存文件以及存储图片 选了这几种 那这里管道文件的一个使用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完成了 基本上是完成 当然还有很多小知识点可以学习 爬虫的话 我们这里就是简单的一个爬虫的几个类型的学习都已经完成了 当然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细节可以来学习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到这两个中间键 第一个是爬虫中间键 第二个是下载器中间 这边下载器 这边爬虫 这边是爬虫中间键 这边是下载器中间键 我们首先来学习的话是下载器中间键 因为在这里 就是我们以前的学习过程当中 难 重点难点 不是对网页进行分析提起数据 然后找到数据库里面 这都是我们本机上的一个操作 难点的话是我们下载器 下载器从网页上 从网络上把这个网页给拿下来 因为我们爬虫收获取大量的数据 所以下载器难免会有在抓取的过程中 就是下载器从他们网站拿某个页面下来 去网站拿数据的话 难免的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爬虫的一个措施 碰到之后非常头疼 以前的课程的话我们并没有介绍 在脚本爬虫方面 我们介绍了一个代理IP的 当然那个不好用 可以用 但是不好用 因为它只是脚本 那在我们这个下载器中间键的话 它要进行的操作 也就是对这个反爬措施 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响应 例如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请求的话 不使用任何代理我们使用的是本期的IP 对它进行请求拿下来 请求拿下来 如果你一旦请求的过快过多 网站会对你进行一个限制 例如 几秒钟只允许你访问一两次之类的 变慢了 把它变慢了 甚至直接把你给扳掉 然后你就 你通过你自己IP的话 直接是拿不到的 那我们这边下载器的话 就是对你这个请求 你整体请求的话 请求某个数据 然后你的头部信息 因为是爬从这里传过来的 我们这里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所以它直接是到这边 直接到这边请求 我把水彩笔拿出来 直接从这里 到这里 然后再到这里 进行个请求 我们中间没有做操作 所以我们 一般在Spider这里的话 改了IP 改代理IP 这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改代理IP的话 通常是写实的 不太好切换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 写一个大的东西 写一个处理的程序 就是随机的切换你的UCA卷程 这一个也是通常用于 爬从的一个应用措施 随机的切换UCA卷程 第二个 我就不写吧 这边不好写字 UCA卷程 第二个也是代理IP 其实代理IP的话 因为可能 如果你要切换的话 你可能涉及到需要购买一些IP 或者使用免费的IP 免费IP有极大的概率会出错 或者使用免费的IP来 对这里进行一个测试 如果我们简单测试的话 就是使用收费服务的某些测试 使用IP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真正使用的话 你要购买服务 在这里对他这个请求 就是把他头部信息给改掉 或者是使用代理 改一些东西 通常我们的图片 图片的话 请求图片的地址 请求图片需要一个防刀链 我们在这里是直接通过Spider 在这里写是可以的 也可以在这里写 当然如果为了组件 能够更详细的话 就是方便维护架构清晰 最好是在这里写 在这里写我们来学习这个这一块 好这是我们这次学习的一个下载器中间键的一个概念 以及我们常用的几个操作 更换UCA卷测 切换用户代理IP 更换就是修改请求的头部信息 好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键 这里 45 这里除了4号请求 它还有5号 响应 响应的话是把对这个响应信息进行一个修改 就是进行判断 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请求失败了 我们响应也是可以拿到的 就响应拿到 响应拿到的话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判断 如果你是200 就是200或者200系列 200是成功 200或者200系列 就可以让它通过 我们不做任何操作 如果它不是200 如果是300跳转 400失败 500 这个我们一般做不了什么操作 500是500是这个服务器这边出错 我们做不了什么错误 如果是300跳转了 400失败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再一次的请求 进了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再到调度器里面来 或者是直接在这里再请求一次 都是可以的 好 那到这里的话 我就把下载器中间键的一个概念处理 概念和常用的一个处理操作 都介绍了一下 那我们下一节课的话来学一下 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下载器中间键 来实现切换用户代理IP 然后后面再做一个 Uc卷子 Uc卷子和代理IP 然后再做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个更多的 通常是反爬的一个操作 好 那我们本节课程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再见